好那我们接下来在新增讲完之后 我们再先讲一下查询吧 因为查询完之后我们再去删除 也不会受什么影响对吧 我们删完之后再去查 那可能还得再去重新创建 还挺麻烦的 所以先讲查询 然后一块把这个连表查询都讲完 因为我们在新增的时候 那个关联关系都已经加上了 所以说可以连表查询 OK回来之后呢 我们到代码中来 然后model有了 然后create我们也有了对吧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它先暂时关掉 把它暂时关掉 然后我们再创建一个select 好 select然后做一些查询 同理我们查询肯定也是需要这个model的 一块 好像写个from from是另外一种规范 OK 同理是查询的时候呢 也是一个跟创建是一样的 就跟我们这个地方 也是用的await对吧 就是一步的操作 所以说我们也需要一个 async的一个函数去包裹一下 它能被执行了 跟之前那个是一样的 好我们加一个自执行函数 然后就可以查询一条记录了 对吧 好那我们就查一个用户吧 是吧 查章三那个用户 await user.find1 大家记住这个 find1 find1就是查一条 你既然查一条嘛 你就给个条件对不对 要不然要查的不准 这个条件也就是user name 等于什么 等于章三 user name这个值就给我们model里面的那个 user name的这个 这个属性值要对应起来 要不然查不上 就是我们查一条记录 我们查一条记录 条件就是user name等于章三 OK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打印一下这个 章三 打印的时候呢 跟我们创建的时候 这个地方是一样的 就是需要一个databalues databalues就是它的所有的数据值 OK 保存一下 我们直接去先运行一下吧 OK 出来了是吧 好 这样的话呢 我们其实也可以通过这个databalues.id啊 什么.user name啊 等等这些 查出它具体的属性来 对吧 好 这就是一条记录 对吧 好 这样的话呢 我们还可以再继续啊 比如说我们想查一下特定的列怎么办呢 这是一个 比如说这是一个 查询一条记录啊 然后查询特定的列怎么办呢 我们就可以这样 查询特定的列 然后 比如说张三 name name不是称 await user.find1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加一个attributes attributes 写错了 attributes里面呢 我们就可以把我们想查的列加上 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想查一个uname 还有个nickname puzzle我们不需要啊 因为你这么查的话 如果不加attributes 像这么查的话 查出来的这个结果是像ID啊 puzzle的这些都有 对吧 有些是我们并不是很需要的啊 所以说我们没必要查那么多啊 我们就可以 只查这个username 然后tickname 然后条件的一样啊 把条件给它粘过来 OK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 比如说打印一下这个张三name 然后我们把这个张三name.bit values给它打印出来 这一条可以先出事掉 要不然的话会造成一些影响 会造成一些干扰啊 OK 那我们保存一下 我们看一下 就是我们这是查特定的列 对不对 OK 我们重新运行 好 大家看 这个地方呢 就是只查出了张三name 这里面只有有的name和nickname 没有上面这些ID啊 puzzle的这些 对吧 OK 大家还要注意看啊 就是我们每次之前的时候 这个地方都会 默认打印出一个cycle语句 大家看到没有 好 然后这个地方也是 大家看一下 我们之前上一条是find1 对吧 这个地方也是find1 就缠一条 缠一条 用cycle语句怎么实现呢 它是这么实现的 它后面加了个limit1 这个limit我们之前说过 对吧 就是它要限制多少条 那limit1就是我只查一条 对吧 然后条件 这字不必说 对吧 wire条件 它是通过这个wire 就说这name等于张三 这个去推定的 然后如果是你写了attributes呢 它在查的时候呢 它会限制它那辆列 对吧 如果是你不写这个 上面这个不写attributes 然后它查的时候呢 它会把所有的列都给你列出来 对吧 大家注意看没有 就是我们自己写的时候呢 我们会写一个信号 对吧 from users 这个信号 我们之前说过 它会 有些情况下 它会减慢一些禅运速度 大家看这个地方 它就没有写信号 就是我想查什么东西 我就明确的告诉你 哪怕是全部的 我也明确的告诉你 对吧 因为seqlize这个东西 它是个框架 对吧 像哪些列 哪些列 它都知道的 对吧 因为我们在这个model里面 都已经配置过 所以说它做这个事情 非常简单 就是如果我们不写了tributes 它自动把所有的列 都明确都给你写上 这样的话就比较简单 对吧 就它实现起来比较简单 大家想一下 如果我们不用seqlize 不用ORM 我们自己手写seqlx 其实这样就会比较麻烦了 对吧 你可能写了写了 就写成一个seqlize的信号 from什么东西 因为你嫌麻烦 把所有的列都弄出来 我还不如直接写个信号 对吧 但是写信号 这个从数据规划这方面来说 是不推荐这么做的 但是你手写 如果手写所有的列 又可以很麻烦 所以说这就是一个权衡 但是如果我们用这个seqlize 我们用这个ORM这个工具 我们就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了 对吧 我们如果没有特殊的tributes 这个列需要查询的话 需要限制 需要限制的话 我们就这么写 对吧 我们就这么写 就这么写 然后工具就可以帮我们去转 转化成这种 就是效率最优的方式 所以说这也是用ORM工具 用seqlize的一个 对性能比较好的一个地方 OK 那我们还可以 我们这个地方只是find1 就是查询第一条 查询一列 对吧 我们可以查询所有 查询的时候 查询一列 它返回的是个什么 我们看一下 它返回的只是一个对象 对吧 只是一个对象 因为我们这儿只有一行 所以它返回的是个对象 那我们如果查询一个列表的话 就是好 有好几行的数据 有好几条技术 那肯定就是用 就是用个数据去表示 对吧 好 那我们就演示一下 查询一个列表 然后我们就写一个 张三bloglist 就是我们查出张三的 所有的这个博客 这么来 await blog.findall 大家注意看 find1是查询一个 对吧 查询一 然后findall呢 就是我试图查询所有 就查出来是一个列表 当然你试图查询所有 那不一定是所有的都出来 因为为什么 因为我们要加一个限制条件 对吧 userid等于几呢 我们看一下数据库里面 张三的userid是 张三是1 对吧 所以说我们 vruserid等于1 这是我们的条件 因为我们要查张三的博客列表 所以说就 这个中央限制条件 userid等于1 然后我们再加一个order吧 order里面怎么写呢 order里面首先是一个数组 因为它 为什么是个数组 因为orderby这个东西 它是一个排序 对吧 排序它可以依赖于很多 就是它可以依赖于很多条件去排序 所以说数组中 我可以加很多排序条件 当然我们这只有一个 所以我们就写一个元素 那是orderby id 然后排序的规则是dsc 就是造序 对吧 所以说我们这 比如说如果你要 还有另外一个 一个列的话 比如说orderby这个什么 title 等等这些可以加上 但是一般情况下 是会有一列 只会有一列 就是根据一列来排序 id dsc 这是排序的规则 对吧 OK 那我们就先加这两个 第一个是where 第二个是orderby 然后我们打印一下 张三 blog list OK 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打印张三 blog list的时候 就是这个地方 没法把这个data values 弄出来 对吧 但是张三blog list 我们说过它是一个数组 对吧 数组中的每一个元素 都是一个blog的一个记录 那每个元素都需要去返回 这个.data values 所以说我们这就变了一个方式 我们可以这样 就通过map之后 这个函数把它给它摘出来 map里面我们可以这么写 这样太长了 对吧 我们这样换个行吧 这样看得清楚一些 好 我们继续 把canalog给它换个行 然后map里面 我们可以这么写 就是blog 然后返回这个blog.data values 这个数组的这个map方法 不会的大家可以去网上查一下 这个方法非常常用 如果你不会的话 对你写程序 就是日常写程序的这个效率 这个简洁性会有很大的影响 所以说这个 这个行数一定要查一下 然后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们张三blog list 这是个数组 对吧 然后数组中的每一项 每个元素都需要 都需要返回这个data values 所以说我们就通过map 去对数组的每一项 做一个拆解 就是让它都去返回这个data values 这样的话 我们打印出来这个数组 就是一个比较纯净的一个数据 好 那我们就看一下 好 大家看 它确实是个数组 对吧 然后数组里面呢 我们看有两条 有两条 因为张三团件的两条 每一条里面 yuzad都是等于1的 什么是张三团件的 对吧 同理我们看一下数据库里面 应该也是一致的 搜一下blog 好 大家看这个 yuzad等于1的 确实是两条 对吧 这两条 这两条数据和这两条数据 都是对应好的 它是一个数组 对吧 然后我们通过这个 map这个函数呢 把每个元素的这个data values 给它显示出来 而不是显示一个 lent about的所有的集合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cycle语句 cycle语 大家注意看 就是 其实也没什么好看的 第一个就是 selecting the hillier 是吧 然后from什么表 这有个s s就是编名的意思 就是编名 其实这个不写也可以 然后var条件 就是这个yuzad等于1 这是我们 这是我们在这写的var条件 对吧 然后还有otherby 就是other这个配置 然后它这个cycle语句也有 就是otherby id disc 对吧 也就是说我们 每写一个配置 它都会给我们 转换成相应的cycle语句 去帮我们执行 然后执行结果 反过出来之后 给我们拼装成一个对象 或者说拼装成一个数组 对吧 好 这样我们再把这个 注视一下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分页吧 好 分页 比如说我们叫一个 blog page list 也是用这个find out 就是我们会想一下 我们之前做分页 第一个是我们要加一个limit 对吧 第二个是要加一个offset limit就是限制我们去多少条 offset就是限制跳多少条 这也是一样的 就是我们find out 是试图获取所有 对吧 然后如果没有条件 那肯定就是获取所有 对吧 那我们要加一个条件 就是首先我们加个limit2 我们之前也说过 就是之前做cycle语句的时候 说过limit2 就说明是我们限制本次查询 两条 然后呢 我们再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offset0 就是跳过多少条 我们跳过0条 就是没跳 然后限制本次查询两条 比如说我们查询第一页 第一页的这个数量是两条 然后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 把那个order再加上 我们可以把这个order是ID 倒序 好这样的话 我们其实查询的是第一页 对吧 然后第一页呢 是两条数据 对吧 然后我们可以打印一下 从里下 block page list 然后这个的话 我们从那考过来 也是通过个map来去做 然后把这个编量 给它替换一下 好我们就看一下这个 根据ID 倒序排序 然后查询第一页 这个条数是两条 看一下它反馈的是什么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 我们的 再会预查的是什么 other by ID DIC 我们加上这个倒序 好应该是标题4 标题3对吧 然后我们就执行这个 查询 好大家看是标题4 标题3 是两条数据 是吧 那我们要查询第二页怎么办呢 因为一页是两条嘛 第二页呢就是跳过两条就好了 对吧 跳过两条再查两条 那就是第二页对吧 那我们保存一下 好大家开始标题2 标题1 对吧 这是第一页数据 然后这是第二页数据 是吧 比如说我们通过limit去 限制这个每页多少条 然后通过offset来限制 跳过多少条 对吧 跳过多少条 那就是说什么 是那个跳过的页数 乘以这个每页的多少条 对吧 那如果比如说我们这数据够的话 我们盘旋第三页怎么办呢 那就是直接这个地方写一个4就好了 跳过4条对吧 第4页呢我们也跳过6条对吧 就是这个道理 我们得返回到0啊 好这是分页啊 这是分页 还需要看一个总数啊 查询总数 好 查询总数呢 定一个叫blog list and count 又用到了另外一个API 就是awaitblog.find and countout 看一下find and countout是什么意思 首先它肯定是有一个findout的意思 对吧 试图参应所有 然后count就是我们要做一个计数 对吧 但是这个地方呢 它有一个需要我们注意的地方 我们一边写一边说 我们可以把这个上面这个条件给它考过来 因为我们在日常的这个做分页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知道这个地方要查询 就是查询的时候 比如查询第一也是这种配置对吧 查询第二也是这个写成二 但是我们在前端拿到的数据呢 不光是比如说我们现在是拿第一页数据也好 第二页数据也好 我们前端拿到的数据 还有有所有不分页的这个总数 对吧 比如说我们一共有100条blog 那我们现在要知道这100条 然后你每一页是两条的话 我要显示50页对不对 这个时候我要 前端要知道我 我现在应该显示多少页 最多有多少页 这样的话前端才会把这个页面给画出来 对吧 那如果是你光告诉我说 第一页两条 第二页两条 第三页上 然后我不知道总数 我根本不知道下面还有没有 对吧 比如说你到了第50页还给我两条 第51页到底有没有 我不知道 我尝试去请求 肯定会什么都没有 对吧 这样的话就影响云护体验 所以说我们一般的情况下是 比如说我们这个东西 就这个API就模拟了 我们正常使用的一个情况 每一页是两条 然后跳多少条 就是第一页 然后它最终通过这个count 还会返回这个所有的总数 我们看一下 通过这个 我们来打印一下 block list and count 打印的第一个呢 是我们这个返回值呢 有一个count 这个count呢 我们注意啊 这个count是所有的总数 不考虑分页 也就是说 我不管你有没有分页 我把所有的总数都返回给你 那我们在这个表里面 所有的总数多少 肯定是四条 对吧 虽然说我们每次分页都是 每页都是两条 但是我们所有的总数是四条 OK 那第二个是什么呢 第二个就是 这里面有一个 第2 Ross 第2Ross呢 也是个数组 这个数组返回的 就是通过这个分页限制的 条数 就是两条 这个Ross 这个Ross和我们查的这个BlogPateList 基本上是一样的 所以说我们可以 通过这个.map 把他的数据给他返回回来 好 那我们就具体验证一下 我们看看我们之前说的这个 这一坨这个规则 好 运行一下 OK 大家看啊 这个BlogList and Count 这个是这个自货串 对吧 然后我们打印的这个 点看到了多少呢 是四 是吧 是四 也就是说它是所有的总数 它不考虑分页的情况 它是所有的总数 然后我们打印的这个 就是因为我们写的写的是第一页的配置 对吧 它打印的应该是标题四 标题三 OK 那我们再比如说再显示第二页的数据 好 它还是打印的第一个还是个四 对吧 你看这个四 它前后没有影响 不管是你查询的第一页数据 还是第二页数据 我这查询的永远是四 也说永远是这个数据里面 总的这个数据的条数 然后下面显示的就是第二页的数据 标题二 标题一 OK 我们趁机也可以看一下我们最后语句 首先这个四怎么查出来的 它这个四是通过这个select count 查出来的 对吧 通过count查出来的 然后下面的这两个数呢 是通过这个select 什么什么什么 from blogs 然后通过这个limit二 二查出来的 大家注意看一看 limit二 其实就相当于我们之前说的 那个limit二 offset二 其实是一个意思 所以说这个select语句的这些细节 我们也没必要太多的去关注 因为我们毕竟是用oram来做 但是select语句的这些规则 我们要知道 它通过什么形式来去实现查询 实现技术 以及实现这个分页 等等这一些 这个我们要知道 对吧 OK 那到这儿呢 我们就把基本的一些查询的 一些方法都说了 查询一条记录 查询特定的列 然后查询一个列表 包括围绕条件 order这个这些形式 以及它的分页 然后呢 以及这个查询总数 查询就是count 好 那我们这儿先算一小节 然后我们下一小节 我们再讲一些连表查询的事情 连表查询 现在来说 稍微比这个稍微复杂一点点